欢迎收看与众不同 我是洪子仁 随着11月26号 我们的选举投票日的一个来临 那网路上最近流传一则有关 跟投票相关的这个讯息 那里面就是提到是说 在这个投票的过程中 因为投票场域 是一个高风险的场域 所以他鼓励我们的投票的 我们的选民要戴一次性手套 进到投票开票所里面去投票 那这样一个网路的一个讯息呢 流传的速度非常快 那当然我们也认为 有这样一个讯息的传播 代表着大家对于在投票所里面 在投票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感染的一个风险为何 我想我们民众是十分关心的 所以我想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事实上来讲 投开票所本身的设置来讲 那基本上他在本身的针对 这个防疫的计划 那会针对怎么样降低传播的风险 有一套很完整的防疫计划 这里面包含我们在投票所的选择上 会以通风跟室外能够通风的场域为主 尽量避免在地下室 这就是一个场域的选择 第二个我们投开票所本身的设置 它必须在进口跟出口的地方 设置干洗手的一个设施 让民众能够进去投票所跟离开 都很方便的能够干洗手 另外在现场的秩序维持上 我们也必须要保持一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 那另外民众最关心的 我们就圈选票的那个圈票章 事实上我们的选务单位 也准备了五倍以上的圈票章的数量 来备用来增加消毒的次数 避免传播的一个风险 另外在投票所里面 规范每一个小时都要进行 对投票开票所的 所谓的检疫消毒的相关规定 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投开票所 本身的感染的一个风险 事实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目前我们台湾的疫情 逐渐在趋缓当中 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 事实上投开票所本身的场域的风险 事实上是并没有高于卖场 或者餐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投开票所的时间 非常的短 如果你全程都能够佩戴口罩 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也就是进出投票所 都能够干洗手或洗手的话 基本上你就能够把你的风险 降到一个比较低的程度 这相对于你在卖场 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相对于你在餐厅 你会脱下口罩来吃东西 饮食 那当然投开票所的风险程度 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形 所以民众千万不要听到 好像说投开票所有风险 那因为这样而不行使你的对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另外呢也有人提到 在这个网路上的这个讯息 他就提到说 如果你戴这个手套去投票的话 你可能会视同无效 那我想这个是绝对没有这个情况 因为戴这个手套去投票 是个人的防护的一个措施 当然我想不会影响你投票的权利 那另外有关确诊者的投票 这件事情来讲呢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在国外有没有确诊者投票 是有的 像日本 他们可以用 透过确诊者的通讯投票 或者像韩国 他就是让确诊者在最后一个小时 才进投开票所去投票 来做一个分流 那这都可以让确诊者 行使他相关选举的权益 但是在我们台湾呢 因为我们有传染病防治法的规范 传染病防治法规范的很清楚 一旦你确诊通报以后 你必须居隔在家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规范 当然我们台湾 你如果我们要遵守我们的法令 所以如果你是确诊者 你最好还是stay at home 待在家 避免外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目前来讲 如果是确诊者在这五天内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出来投票的 那所以我想这个情况来讲 当然以后台湾的法令是不是会改变 我想选务单位自然会去调整他们的法令 但是以目前台湾的这个法令来讲 是不允许确诊者投票的一个行为 这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hah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